老前就等于很贵 这个刻板的印象存在于我们脑海里面 上一期的话 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些 异式的老前锋顶流品牌 以及他们的平替品 粉丝的留言 觉得这些平替品不够平 终于又挖掘了五个品牌 地板架的平替品牌 我希望通过这几个品牌 大家可以去学习 形成有我们自己风格的 异式老前锋的穿搭方式 价位由高到低 依次来介绍给大家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很有意思 对你有帮助 请一定点赞转发 去关注 这个品牌来自于意大利米兰Borchi 典型的一个意大利的 身装品牌传统一点 色彩也多用一些蓝色 黑色灰色 以及酒红色咖啡色 比较沉稳的色彩 作为它的主色调 在稳重里面略微有一点点小时尚 上班的时候有着正中的要求 可以推荐大家去购买Borchi的 泡妆吸服 泡吸下来的话是4-5千的价位 刚好我今天身上批的这件 真之衫就是 Borchi这个品牌的 整体的风格很简单 我喜欢它主要是因为它上面这种 针法比较特别一点 几年前在国内我见到过这个品牌 可能是因为营销推广的原因 目前来说比较少了 可以去它的官网 也可以通过海淘去挑选 如果你觉得Borchi价位还是稍微贵了一点 那好说说第二个品牌 那就是来自于荷兰的 叫Scotch & Soda 翻译过来叫苏格兰苏打 这个品牌的话现在目前来说 在上海已经有它的装卖店了 上海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虽然是来自于荷兰 但是的话它的风格偏向于古典的 绅士男装 略加修改色彩上 版型上 用的面料上都更加的要偏年轻一点 举个例子 我最喜欢它的成衣染色洗脸 休闲单膝洗水长裤 它的重洗水工艺我觉得还是蛮到位的 如果大家喜欢做旧的质感的服装 可以去尝试一下它 公务员也好 银行职员也好 穿它的服装去上班 到了不是那么的合适 如果你是在IT行业 或者是从事艺术工作的话 建议大家尝试一下这个品牌 它的价格就比4G要稍微便宜一点 外套是在两三千 户子是在两千不到的价格 第三个西班牙的Massimo DUTY 对于这个品牌 大家可能以耳熟能详了 ZARA的一个高端系列 虽然它来自于西班牙 从它的品牌名字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它的风格的倾向 典型的一个意大利的单子 重点推荐这个品牌的几个单品 第一个经过略微洗水后的亚麻衬衣 工艺也好 面料也好 还是用的比较到位 第二个它的横积霍洛 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些小羊皮的夹克 西班牙的小羊皮蛮出名的Massimo DUTY 还是沿袭了西班牙一些经典的传统 它的价格和这个Skotian Soda差不多 白领来说上班族来说的话是能够接受的 第四个品牌 意大利的品牌很小众 叫ATPCO 我之前一直以为这个品牌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 大家知道哈这种品牌 后来去过几次意大利以后 发现这个还真的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意大利本土品牌 它在国内有很多代工厂 可以在网上去讨一下 能讨到很多价廉物美的东西 它的王牌产品就是它的成衣染色的洗水系列 重点推荐它的裤子和它的单膝 它是以做旧的这种感觉为主 所以大家穿着的时候会形成一点点沧桑的松弛感 随意一些 周末节假日的时候穿比较合适一点 如果遇到打折季的时候 就是几百块钱人民币一条裤子 一千出头一件外套 如果之前我说的那四个品牌 你还是觉得很贵 舍不得买 最后我要说说王牌的两个品牌 同样它们也是来自于意大利 这两个品牌分别是Kamichissima和Gatterich 那首先我说说Kami Kamichissima Kami 对Kamichissima说对了 好拗口啊 这个意大利文 如果懂意大利文的知道 它的前缀是Kamichissima 是意大利文 Chain E的意思 所以说这个品牌 它所有的产品 只有一样 就是Chain E 来自于意大利美丽的西西里岛 不要小看这个品牌 虽然它便宜 遇到打折剂的时候几十欧元 买三件 但是它是如假包换的迪奥的代工厂 它的品质还是有保证的 上个月在深圳出差 深圳的海岸城一楼的一个角落里边 发现了这个品牌蛮好 但是我确实不知道 国内的价位跟国外 比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差距 如果屏幕前的你们 知道这个品牌在国内的价位 欢迎大家留言 昨天的时候 这个品牌是以正装衬衣为主 很多花色 五颜六色的条纹衬衣 格子衬衣 印花衬衣 光领星就分了五六个领星 无论是上班穿 休闲穿 都能在这个品牌里找到适合你的 今天的最后一个品牌 Gutteridge 在上一集的里边 想找Rofloren Purple Label的平替 脚尖脑汁没有想到 今天我就可以把这个品牌 作为Rofloren词标的平替 平到了地板上了 大家都有机会去尝试下这个品牌 来自于意大利的纳布勒斯 成立于1837年 店面的陈列 就和Rofloren的整体的风格很像 既有一些古典的韵味 也结合了一些现代的审美 它的产品线确实是很齐很齐 从居家用品到香水 鞋啊帽子啊 皮带啊领带啊 衬衣男士们用的单品 都可以在这个品牌店里面找得到 关键是价位 遇到打折剂的时候 一条皮带20欧元左右 衬衣的话也就是二三十欧元 T恤最低能达到十几欧元 我都不知道 它是怎么能做到这么便宜的价格的 你就不要对它的质量要求过多了 重点推荐一下 这个品牌里的几个单品 它的领带 皮带可以试一下 以及它的衬衣 你们还知道哪些 意识老前锋的评价品牌 请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们